为了推动环保 台中市环保局有新意 在传统市场设置了爱心购物袋出借站 提供环保购物袋 让民众临时借用 到市场买东西忘了带购物袋 没有关系 现在台中市有提供这样的爱心购物袋出借站 让您借用购物袋 你要直接放吗 对 你要带子吗 不用不用 来到台中市新的建国市场 许多民众买东西还是习惯使用塑胶袋 台中市环保局为减少塑胶袋使用量 特别设置购物袋出借站 讲求环保 民众来这边拿购物袋 买完东西后带回家 洗干净后 下次来市场时再带来归还 也可以提供家中多余的购物袋 让大家借用 传统市场是没有被限制 没有被法律限制的 所以我们想透过这个出借站 来减少那个塑胶袋的使用量 环保局志工利用废弃旗制等材料 缝制了1000个购物袋 目前在台中市新建国市场 西屯的福安市场跟大甲区第一市场 都有出借站 未来也将扩大实施 大爱新闻张贵丹李月威 台中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